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越前平穿基因中心也有多边路 在基督越前评学中心 平安的蒋心老师 在合同文化艺术基金会邀请一页 别别来到台南奔充大义繁花处食众生的发展和江泽 要声加益蒋心老师的乡亲 就会来感受老师的魅力 和通文化艺术基金会李一玲当时长 第十标识 我今天真的非常开心 非常感谢蒋心老师 他关怀众生、特别南下 来分享这个大义繁花 此时众生的一系列的活动 曾如贾勋老师所言 疫情已经趋缓了 利用关注当下 来感受宜然自得 宁静致远的生活窃密 这一系列的活动 除了今天开始的画展以外 还有今天晚上 在巴克里纪念公园 一起许愿的活动 现场会有贾勋老师 他自己本身吟唱、诗歌 还有我们的阿佑老师来弹唱 同步的会录制了Podcast 除此以外 还有星期六晚上的贾勋老师 这一系列的演讲的讲座 这些现场都被有贾勋老师 他的亲笔签名书 五行九宫 母亲的料理时代 这本新书的贩售 那欢迎呢 喜欢贾勋老师的朋友们呢 能一起够来感受 贾勋老师的慈悲跟魅力 那我要特别感谢贾勋老师 他爱台南 那也祝福这次一系列的活动 能够圆满成功 祝福现场各位嘉宾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贾勋老师 20年跟2021年我都住在池上 那离池上不远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鹿野 鹿野那边有一个鸾山部落 是布农族的一个部落 那他们当年曾经种过很多的梅树 是为了采梅子 就是我们文人可能想到说 种梅花是赏梅花 他不是他是为了经济 就种很多的梅树 可是后来梅子的价格一下暴跌 所以那一片山林 所有山上的梅树 就没有人管 那我在走进去的时候 我真的吓到 就是大概是1月到2月的时候 那个非常冷 就天空气里面有一点小小的飘雪 然后你就看到那个梅花开到一片一片 那我想到我很喜欢的一位老师 台静隆老师 那他曾经有画过梅花 写过两句诗 说唯有冰雪迎怀抱 因为冰雪这么冷 让你整个身体这么冷 来写荒山绝世之 才会有荒山荒野的山里 好像被遗忘的最美的一个姿态 所以我回来我就画了这一幅的梅花 那也把台静隆台老师的诗句 提在这个画上面 那我想这是疫情当中 我自己走进梅花的一个很特殊很特殊的经验 所以很想跟大家分享 也是跟蒋新老师大意繁发此时众生的系列画中 对台南文化中心卫展到江泽 还有五月二五七点半巴克里纪念公园 这会许愿的天场地久 巴克里生态公园二十周年的现场 Poket画中 在现场Poket和江泽现场 有蒋新老师亲筆签名 五行九宗母亲料理时代新书贩售 竟然加益蒋新老师的朋友 就会来华东现场 感受老师的足鼻加魅力 以上是答案问什么万博度